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 我是歪叔 很抱歉 好久没更新了 这段时间阳了 家里还有人感染到了肺里住院了 所以脱根了这么久 该死的病毒害人啊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今天用酒精把家里都消毒了一遍 然后看到了我心爱的面包虫 这用酒精消毒好像不太合适吧 所以我找来了一个大蒜头 来给面包虫也消消毒 这样面包虫在饱餐一顿以后 还能消灭身上的病毒 可谓一举两得 诶 开始了 有几条面包虫啃起了大蒜头的外皮 开始试探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 这条胆子比较大 直接爬到了大蒜头的顶部 从上面开吃 我们加快速度 诶 此时一大波面包虫 纷纷爬到大蒜头顶上 占据有利位置 希望能吃到更好的部位 我们来仔细看看 诶 好奇怪 面包虫好像只是在啃大蒜头的外皮 并没有去吃里面的肉 看 外皮有被啃湿的痕迹 而里面的肉却非常完整 是面包虫不喜欢吃大蒜头的肉吗 再给它们一点时间 又过了好几个小时 我们来看看 好像真的是这样 外皮都被啃完了 就是不吃肉 这就奇怪了 居然还有面包虫不吃的东西 之前给面包虫吃死亡辣椒 芥末 香烟 甚至是塑料 它们都毫不犹豫 疯狂啃食 而碰到大蒜头 它们却只是外皮 完全不碰里面的肉 看来面包虫真的不太喜欢大蒜头的味道 接下来 我又会给面包虫吃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呢 关注我 精彩内容不要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